旺先生,我想理解 原来运动会带来老布 有很多荷尔蒙 整个人的观感都不同了 你刚才提到一个重点 轻度与中度 我想代我们手机旁边的朋友问 是怎样分辨的呢? 我怎知道我是轻度还是中度 我们要去界定一个情绪患者 例如抑郁症患者的严重程度 最主要我们会根据一个 一个国际的诊断指引 我们会分为轻度、中度和严重 我们怎样分辨呢? 其实就要让医生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去看回那个诊断指引 其实背后的原理就是 看回他的症状的数目 去决定他的病征是属于轻度、中度或严重 有些情况我们会看到 患者到一个程度 可能会出现一些脱离現世的症状 例如我们说一些思觉失调的症状 有幻觉、妄想 如果他出现一些思觉失调的症状 这就属于一个严重的程度 就是会听到声音 有人说坏话 身边没有人的时候 可能会听到有人说话 或是他会觉得身边的人 正在说话或对他不利 他幻觉到 或者他听到 我真的听到 他以为自己听到 在他的感觉上能传出耳朵 这就是思觉失调的情况 如果我们轻度 很多人知道是胃疾忌医 也不会求疹 黄医生想了解一下 其实我们有时都知道 轻度 大家听到刚才说 有思觉失调等各方面的事情 轻度有时 很多人都会说 我没事 我没事 但身边的人 应该如何帮助 或者我看到他 他好像平时不太一样 你有些不妥 你平时不是这样 提提他去看医生 通常我会看到 轻度情绪受困扰的时候 他有什么表现 是脱离了一个正常人 而我觉得他应该去看医生 感冒相风很明显 流鼻涕 头痛 但轻度情绪困扰 我应该如何帮助身边 有这样的症状的人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他有没有抑鬱障碍的核心症状 例如他持续地觉得不开心 或者不懂得开心 对身边的东西收入的兴趣 或者他会觉得体力 没有以前那么好 体力下降 这就是一些核心的症状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那位怀疑他有情绪障碍的人 会否有些生活上的改变 例如睡眠会否和以前不同 会否睡得少或多了 胃口会否又减少或增加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留意 他日常生活的改变 去建议他下一步应该如何做 一般如果你说很轻微的情绪障碍 其实如果未去到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可以尝试做一下运动 因为运动真的会帮他们提升情绪 有没有说做什么运动是适宜的 刚才你说的 如果他不是运动营的 便走公园 那他是要一直提升 还是一直走公园便可以 其实我们建议的运动 当然不是说一些非常剧烈的运动 例如跑山 马拉虫 一定要拳击 或者跑马拉虫 或者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 未必需要的 其实我们建议都是做一些中度的运动 例如是缓步跑 可能是一些步行的运动 已经足够了 我们一般建议每个星期 至少做三天的运动 每次最好做三十分钟或以上 当然你能够做得比这个时间多 当然是更加好 有些人会问 其实我们需不需要每一次 都要做半个钟以上 也未必需要的 有时可能都市人生活比较繁忙 可能你下午有吃饭时间 你会找到少时间去走 你其实可以把那三十分钟 都可以斩开 可以分开几次 其实也是可以的 如果家附近有公园 早两个站落车走回家 可能这也是一个方法 你又不会影响太大生活上的节奏 刚才我所说 如果我们去到一些中度或严重 是否运动已经没有符 其实都要做一下 还是怎样 如果去到中度或严重 其实主要都是靠药物治疗 配合一些心理治疗 例如刚才我说的认知行为治疗 这个治疗是比较多的医疗实证 可以看到它是很有用的 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都会建议 患者尽量去做运动 当然你说去到很严重的地步 情绪可能他都真的在家 完全不想见人 完全没有体力 可能连起床 都要花脚牛耳虎之力 可能对这部分患者 可能运动是比较困难 但当他重拾一些动力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议尽快去做运动 我们看到患者的改进 其实都不应该停 可以看到患者的改进 然后起床没有那么难 其实都要严重去做 对 其实我们看到患者 最难是走第一步 当他们走到第一步 很多时候他们都能够继续维持着他们的疾患 听说运动会上瘾 即是运动会上瘾 好像有些人说 打风落雨在街上跑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瘾 因为运动本身可以令到一个人开心 他们很想有这种感觉 他们习惯了长期每一天都做运动 突然不做 都会觉得有点不妥 真的说得很难 做运动也是一件一直要做的事 这样是好事 做运动也有一个开心的感觉 今天多谢黄医生给了一个重要信息 我们有时心情不好 有时未必去到中道或轻道的一个不开心 倒不如受了气被老板骂两句 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 或者纳财又不中 下去做运动也会比较开心 多谢黄医生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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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